各位观众,首先来两个热点新闻,都是好消息吧 第一个热点新闻,香港刚刚度过了复活节、清明节假期 光是3月28号假期前的一天,加上四天假期,29号到4月1号 香港国际机场所有陆路水路口岸总共有大概280万人次出入境 其中出境的占了227万 由于假期后的两天,4月4号又有清明节假期 香港人尽一计算和使用假期 所以如果在4月2号、3号请两天假 在5号星期五再前一天假 就可以涨到横跨两个周末的连续10天长假期 假期内,香港少了大概三分之一人口 市面路上交通窗户 商场水晶合飞 餐饮生意冷清 香港人既是喜也是忧 有点哭笑不得 第二个热点新闻 国际盛事一个接一个连串而来 一如政府策划 光是3月、4月 郁泽湘江高峰论坛 82艺术展 国际气人篮球赛 金融纪念展览 三项前人世界杯 亚洲电影大奖 香港国际电影节 香港电影金像奖 法国五月艺术节 国家杯 场地单车赛 国际卓球明星挑战赛 全球投资者研讨会 国际数字经济峰会 艺术维港2024等等等等等等 根据贸易发展局的资料 未来全年的大型国际展览 国际会议还有好几十个 已经那两大会展中心都满了 这有点真正福长福苏的味道了 不过消费和活动毕竟是下游 上游的外资投入金融活跃 楼市福苏贸易增长 才是根本的王道 没有上游 哪来的下游呢 今天讨论一个人人都关心的话题 我们的工资涨了没有 经过这些年的折腾 香港人的薪酬待遇 是涨了还是跌了 失业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 常说的融合大湾区 具体到了薪酬水平 又融合得怎么样呢 经济状况不好 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但是目前趋势和前景是怎么样 困难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呢 问题是结构性的还是非结构性的 就人缘人熟了 纷纷说的是股票市场IPO太少 金融界高管都闹失业 楼市撤了那招 但是望市不望家 餐饮业关门结业的多 招工极难 我们何不从另一个角度看看 人人都关心和面对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待遇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90年代 我的公关顾问公司聘请一位香港大学毕业生 工资是14000块左右 如果30年后的今天 再聘一个同样之力的工资 极可能也就是16000左右 这还比不上餐厅聘一位洗碗的简单劳工的工资 那该怎么看这个差距 香港人力资源学会是最权威讨论 薪酬待遇变化的 我们听听他们的副会长陆国坤 给我们解释一下 第一个供求 因为1995年那时大学生始终是少的 那时只有两间大学 三间大学 现在这么多大学 供应量一定是多了 所以他们的起床是怎么看供应量的 但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 trend就是 那个工资的升幅就很快了 就是做了五年十年的 如果你是做得很好的中高层的管理 其实你已经去到五万甚至更加高的人工 我们学会之前做的一些调查 看到的趋势 在疫情的时候其实发生了大离即潮的事情 那时候很多人转工 还有很多人改变岗位 或者重新思考他究竟要做些什么 那时候离职率很高 也很难找人 但是我们发觉去年2023年开始 这个趋势就开始缓和了 离职潮也没有那么多 我们看到人工也有增长 我们去年做的调查也有增长 今年我们估计也会有的 但是就没有那么高 但是在香港整体来说 经济也是 今年的展望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做了调查的 雇主也很报仇 很报仇 在工资的加幅也不高 但是特算去年也会有加的 有的 我们整体来说也有三点多的增幅 以前那个香港那时候 在疫情之前那时候 增长很厉害的 那时候的增幅也非常之高 疫情之后现在就慢了 因为今年的经济 大家展望都是比较保守 经济状况全面见差 哪怕是经历了好几年的疫情折腾 百业萧条 但为什么普遍人力工资待遇 却没有出现下降呢 而疫情前相比 今年香港的普遍工资水平 如何比较呢 经济专家 我的好朋友 香港城市大学特约教授 曾渊川说说他的看法 三十多年前 我刚刚到香港的时候 我一个学生毕业6000元 那现在2万元 加多少倍呢 6000去到 两倍而已 两倍而已 368元 但是呢 冬年楼价一呎就是一千元 大学生一个月的薪工 他买6呎去楼 现在他赚2万元 但是楼一呎买5元 他一个月的薪工 买不到两呎 买两呎 买不到两呎 买不到两呎 没错 所以就是香港大学生的薪工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 不是说过去一两年 是很长的时间 增长得很慢 我用新加坡做比例 三十多年前我来香港的时候 香港大学生的薪工高过新加坡 现在新加坡高过香港 是 差很多 都差很远 现在香港大学毕业生一般 是新加坡的 当年比较专业 比较努力 比较高一点 一般的一个月值得2万元 新加坡已经去到5万元 以说之计 多不止一倍 差很远 香港的所有大学 对高科技的学科 培养不足 而香港又过去很长期 不需要这些人 所以既不需要这些人 大学也没有培养这些人 所以培养出来的人 那些行业 竞争又很激烈 人才没有办法突出 现在全世界最高的 就是那些高科技的人才 所以这个就是证明 现在香港一定是要 成功转型 如果不转型 都只是做全国的行业 买楼买股票 买不到多少钱 香港所有大学 直到今天 都没有培养这些人才 因为大学是看着 这些学生毕业 有没有工作 过去培养这些人才 在香港没有工作 过去又不一定有兴趣 进来地工作 所以大学也没有培养这方面的人 所以现在是刚刚开始 所以要等多几年 你刚翻领出来的人 将来再为要工作 说的也是 公司名下 几十几百个员工的 作为公司的扎飞眼 扎飞眼 我们下面再解释 实在是扛不起员工 士气崩塌 和你翻脸 扣你无良雇主帽子的后果 实际上 只是几个百分点的工资上调 实际上也就是抵消通胀而已 算不上是真正涨工资 而工资实际上涨多少 还跟具体不同的行业和岗位有关 陆葛坤 进一步叫我们索性组 其实几个行业 现在中的人手比较紧张 一个就是零售服务业 建造业 和资讯科技业 这三个行业是比较紧张 就是刚才我说的三个行业 数据会比较好些 其实你看到很多家用办公室来了 家用办公室其实来很多 那些很多要分布他们的资产 也要聘请很多人去帮他们做不同的分析 是吧? 平均的资产是比较 投资会比较高 应该放些钱来平均的 这些其实都需要很多人才去服务他们 政府也引进了很多企业来 你看高财通来香港也有六万 批了六万来四万 人才最重要是聚在一起 就是越多人才 其实经济后都说过 不会令到说 会不会减低人工 其实不会的 反而是会将人工维持到 和推高 所以其实是好事 就是多些高端人才来到香港 其实将个饼做大 你多些人才 你企业容易找到人 能力市场观念改变 社会远近生活数字提高 人们对就业的观念也已经改变 想当年七八十年代 香港所谓的狮子三下精神 香港人从底层往上流 一天打三份工的事情 现在不复存在了 以护士为例 根据专业界的资料 香港拥有护理专业资格的护士 在岗位上的只有大概一半左右 但与此同时 医院和医生还都在为 护理人手不足 头疼不已 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政府还需要特事特办 引进内地医护人员来帮忙 不光是工资调整区医治 就业数字也要具体分析了 从疫情到目前 香港的失业率可以说是基本不变 只有轻微的调整 大体上就是在所谓全民就业的线上 那么大的社会经济动荡 也没有导致失业率的大波动 应该如何分析呢 再听听陆国坤的专业分析 第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在离职原因的调查 或者现在你看工作来说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以前没有的 以前都是离职是因为工资 职业的发展 还有我究竟有没有进升的机会 现在多了一个 就是那个叫做工作的弹性 以前是不会出现的 以前是没有这件事的 现在是比较明显在头的三位 这是一个原因来的 正正刚才程先生你说的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雇员 对于生活平衡的追求 是多于我们以前上两代的人 第二就是整个大环境的转变 就是新一代和我们以前那一代的想法 是很不同的 这个不只是香港的 全球都有这个趋势 全世界都有这个趋势 新一代很注重这个工作平衡 他们可以持一份工作去做一些 他们追寻理想的东西 不需要为了三餐 这个会影响到人力资源市场的供应 第二个就是香港人口老化 是 之前有些移民潮 这些都影响到 为什么我们的劳动力这么紧张 如果国内的机会多 工资也不差 香港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仔 他看到有机会 他去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 是很正常的 我们看到也是有这样的趋势 这个是人才的外流 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 如果深圳近的话 就是每天上班 每天是早上班 晚上回到香港 有些就是 周末才回到香港 其实现在的工资 和香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分别 是的 国内的工资是很吸引的 你去到 生活成本还要低了 对不对 你住的房子就大了 你消费低了很多 便宜了很多 所以是会有这样的人去做 是去国内一些大的公司 大企 比如世界五百强 其实在大湾区都有很多分公司 那些其实是高管的 香港人会做 就算一些是本地的 国内的民企的高管 其实香港人都会去做 那这些他们都给到 是很竞争性 很高的工资 给到香港人的 还有一个我想说出来 一个比较我们看到一个 很特别的趋势 因为我们会员其中 有一些是国内做招聘网站的 刚才你说得很对的 大湾区里面 我们互保人才 另外其实还有 中国其他城市的人来香港 原来也很多 特别是上海和北京 他们的数据是告诉我们 上海和北京人 比较主动去找香港的工资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香港是吸引的 是 在制度上吸引 在生活上吸引 教育很好 是 那这些医疗也是香港的优势 他们有个叫户口制度 对 那北京户口和上户口是很重要的 他要愿意放弃这个户口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不着 他才会放弃 香港是一个优势 令到他愿意可以放弃这个户口的东西 特别在疫情的时候 国内的制度比较严格 比较严格 有些人可能觉得 清零计划 清零计划比较严格 可能香港比较宽松 这也是一个原因 如果你人和钱是同一时间来到 那香港就很好 希望有些新政策出来 常说融入大湾区 当年说的一小时生活圈 看看现在 假期北上消费的人潮 就知道融合已经迅速成型 进度远比我们预想的快多了 那么北上打工创业潮流 是否也已经开始了 大湾区的人工薪酬 目前与香港相比 差距是不是越来越小呢 而因此 香港人无论高层还是基层 北上打工就业 也是不是越来成为另类的选择呢 人人都在说 现在经济状况不好 但同时也有人在说 现在真的开始服输了 前者是悲观的 加上外面媒体 天天报道的是坏消息 引用的都是负面资料和评估 说香港已死 国际金融中心 遗址等等 让悲观的人越发去引证自己的悲观 后者相对乐观 加上政府天天都说有好消息 也拿出正面的评估和资料 来反驳悲观的论调 说香港股市规模 比新加坡大十倍不止 2700个家族办公室 比新加坡多上一倍 那这就并非单纯工资待遇问题了 此时此刻 我们既不愿意过度乐观做好友 也不甘心轻易悲观做占有 那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形势呢 听听曾渊昌的态度 先声明一下 他是大好友 一点都不悲观 香港刚刚开始 同时起步比新加坡慢了一年 慢了起码八个月 就是因为新加坡开放得早 开放得早就吃头盘汤 香港就比较迟 但是香港金融的优势 有一些金融的行业 新加坡是远远落后于香港 证券 证券 新加坡是非常落后于香港 即是那个规模是 规模是 差很远的 差很远 香港一日 怎样都有 一千亿的成交 新加坡呢 十分之一都未到 跟香港比 所以新加坡搞的是什么呢 新加坡搞的是 你钱是新加坡 我帮你管 但不是在新加坡投资 因为新加坡没有什么投资的机会 所以那些钱管 其实钱最后又出去了 分分钟是赖香港投资的 既然钱去到新加坡被管理 然后管理者又把钱带来香港 那去到海南 我不如直接来香港 如果你钱放在新加坡 一个办公室 他又抄你养金 帮你管理 然后钱 最后又回来香港 买香港的股票 或者去到美国 买美国股票 因为新加坡本身 这个股票市场是一个很小的市场 新加坡是帮你管 但是它自知本身的市场很小 或者帮你炒 新加坡的炒作市场就极大 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些期货中 这个是周旗正的 这个反而我没什么贅贅 这个是周旗正 即是股票黄和股票不黄 旺的时候 每个星期有新股上市 现在一年都没有几个新股上市 你知道很多股票行 主要的收入就是帮人上市 很多会计师律师都是帮人上市 整年都没有几个公司上市 那会责任什么 它根本完全没有收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没有被炒已经很幸运 也有很多人找不到工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它们以前做新股上市 加坡办公真的是一个新的概念 刚刚开始 以前都没有这么多 所以这个我们还要捱过一段时间 不过就希望这个 只不过是一个短时间的周旗 将来股票黄不回 有很多公司来这里上市 那这些人就继续有工作 那些金融的人才 去大湾区 不一定找到值 那这些红业的知识是很地区性的 你熟不熟悉内地的上市规则 你不一定明白内地的政治规则 你不一定明白内地的会计转责等等 所以香港训练出来的 进入了大湾区 特别是这些专业服务 要从头训练国 从头去考牌 所以也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是说另外一些 就是高科技的 深层肯定是非常高的 再下来就是基层的 香港仍然是高一些 而且那个距离都比较大 就是如果是基层的 就没什么必要去大湾区 找工作 香港和内地的差距也大一些 政府现在是相关齐下 一方面是争取企业来香港 高科技的企业来香港 另外一方面是争取人才来香港 如果知识争取其中一个 都不行的 如果你只是收人才进来 那些人才来香港没有工作 你只是拍了一个企业进来 那些企业进来 请不到人 没错 就是两者是相互相成的 两者是相互相成的 所以同时做两样东西 所以应该短期来建立 你要等到大学去培养赢 刚刚我都说过 大学培养赢要多几年 就是有人才出来 低的都是要输入的 因为低的都是一样不够 因为有一些工业 我们叫做污染性的工业 在香港就请不到人 那些工业的资金 又变成提高 高度就变成 经营成本又变成提高 又不容易经营下去 如果全部都是高收入的人 那在香港的消费 都是高消费的人 那多些高消费的人 基层的人工都会提升 今次更旺些 各种东西都旺 基层都得益 所以各位香港 就有一个很错误的思想 就是因为总之引入人 不论你是什么人 人材或者基层 香港的勞工团体 全部都反对 总之你来跟我竞争 那就反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香港就没有人材 总之不可以 引入任何的人材 又不可以引入任何的勞工 就保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死水一池 那现在就真的有改变 常说资料 资讯 仅供参考 但毕竟媒体报导影响判断了 先不说报导消息是否片面 但是经济和人工这些事情 本身就不是非黑即白那么般简单 由不得我们靠情绪来做结论 媒体资讯爆炸 地缘正是绷紧的年代 面对香港如此局面 我们真的要冷静 全面消化资讯 拿出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 过分的悲观 盲目的乐观 最终都达不到我们想要的客观 只有客观 才能准确判断形式 有网友说 没有香港话的只有广东话 那不争论了 反正广东话里面 东莞的和潮州的千差万别了 不如叫做香港人说的广东话吧 上面讨论的时候说到 公司的扎费眼不会考虑减薪 扎就是拿 广东话说 谋扎拿就是没有把握 没有依据的意思 扎费是出主意指挥一切的意思 扎费眼就是掌舵者决策拍板的人 起源说的是帮派老大 如今可以说老板 也可以平常的客套 今天这阵犯你负责 所以你扎费你说的算 什么意思 就说要玩什么被人支持 我是铜锣湾炸费人 我给你们看 你懂得懂 铜锣湾炸费人 在一部香港黑帮电影中 铜锣湾老大陈浩南 在饭店里面更仇家相遇 对方说 啊 陈浩南啊 哦 就是那个铜锣湾炸费人 咦 哪位啊 上楼了 我看不出你点 我记得铜锣湾炸费人 说笑 他居然把费改回了费 英文的费是电梯 这是仇家故意当众羞辱挑衅陈浩南 说他只是个开电梯的服务员而已 你说这是广东话吗 广东朋友 别介意啊 没想到这些两分钟 了